数项头改变了世界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冲突 本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短期之内解决不了 但是由于战争的可视化以及微信化视频 战争中现场直播的视频 以及被剪接的短视频 成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争取民意 恶心对方的直接的证据 使得战争瞬间拉到了中国人和世界各地人的眼中 目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已经遭受数十人死亡 甚至颠覆了过去对坦克生大杀机的认识 这就是战争了